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新闻感批,我是中普敏 自从2011年伊斯兰国IS发动袭击开始 敘利亚爆发内战 四年里已经有超过20万人在战火中身亡 400万名敘利亚难民逃到链近的黎巴嫩、若旦和土耳其 最近有一大批难民经匈牙利和奥地利前往教富裕的德国 只是周末已经有2万人抵捕 面对由中东、非洲等地大批敘利亚难民不断涌入欧洲 欧盟各国暂时未有共识如何化解这场人道危机 教宗方祭呼吁欧洲各个教区、教堂和修道院收容难民 以实际行动伸出援手 澳洲总理阿博特都说愿意帮忙,但就没说会接收多少人 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决定向难民打开大门 期望这批难民会为德国带来正面的改变 又呼吁欧洲其他国家分担收容难民的责任 有不少热心德国市民专程去到莫尼克车站欢迎这批移民 基于人道理由打开一个仁慈之门之后 相信稍后会有数以倍数计的难民一涌而上 其实在德国各党派之间也有激烈的争论 支持者认为新移民可以填补劳工短缺的职位 不过反对者就批评他们会拖累经济,影响社区治安 因为言语,宗教和文化差异而激发起种族矛盾 更加有人担心,空残的IS组织会随着难民堆 混入欧洲国家引发恐怖袭击 别以为香港人可以置身事外 其实在香港近年多了提出免遣反声请的冷眼难民 他们主要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 来到香港之后,聚居尖沙咀重庆大厦和深水埗一带 但政府支援不足,他们有些做黑工、打劫 甚至发生好像前年重庆大厦的强奸案 一旦有一两宗南亚人示范的案 就会令社会普遍人感到憎恨和厌惑,从而产生歧视 相信大家都曾经有过这种感觉 所以接收难民只是第一步 大家应该反思政府有没有足够的支援 例如提供住屋、就业和教育机会等等的长远救助 才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今天说到这里,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